DAC 2017 ICT P1A AMC 第33题 这题都是只有33%效生答对 也是另一题Pseudocode 但涉及Array的问题 但这次不是问这堆Pseudocode的output 这里没有output statement 有while loop 他就问这个Pseudocode的Purpose 目的是想达成什么任务 ABCD 整个答案 留意这题的Array A 里面的Values是没有给你的 如果你真的想dry run这堆Pseudocode 你可能就要自己作出数字 就会有点麻烦 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数字都不是等于0的数字 但这题有趣的地方 可以凭几几个选项去判断它是否合理 或者是否合理 例如B的答案 increment P by 1 一个很简单的Operation 将P加1 理论上一句 这样就可以搞定 P assign with P plus 1 没理由需要搞这么大弹 while loop 去做一句本来一句就搞定的Statement 所以我们可以先排除B是答案 另一个很不可能的就是D 你看看 sum of values in A 即是把Array A 里面 所有的Elements 所有的Number 全部都加进去 记得我们学过的Algorithm 凡是我们做加数 特别加Array A 明显你会有一个Revel A,K 你可能又要一个Revel 可能叫Sum 或者S 之类 就是要做这样的Operation 你才有机会 将A里面的Values 加到一个Sum的Revel 接着这句 还要Loop 但我看看原来这堆Sudo Code 都没有一句这样的东西 Assign S加A,K 去S 这里并没有一句这样的Statement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排除了D 所以剩下来 比较有机会就是AC A就是Remove AP 就是RemoveA Array 里面某一格 P那格的Element C就是Swap AK and AK Plus 1 就是将与两格的内容对调 我们又看看C的选项 即是将AK和AK加1对调 看回原来这个Sudo Code 有一句这样的东西 将AK加1 Assign 或者盖了AK那格的Value 即是将A 后面那格的Value 盖上前面那格的Value 但这个并不是Swap 如果这叫Swap 里面要有三句Statement 类似这样的东西 可能还要开到一个TEM的Variable 如果不用TEM的Variable 可能要做一堆加减数 或者乘除数 这样才能做到Swap 这一句是绝对不能够成事的 所以C很大机会是错的 最后剩下RemoveA 第P那格 这个很大机会是对的 但我们最后都要做一次checking 我们就不用整个Sudo Code 因为是一个Value 例如假设P是2 2 2 K是2 接着K 小个等于N-1 N我当作一个很大的Sudo 例如10 接着E到要做Looping 我们看它做什么 K是2 即A2 就被A2加1 replace 即盖了它 简单来说 这句其实就是A2 assign with A3 接着K会加1 变成3 这句Statement的合冠效果 就是将A3的Value 盖了A2 那变上A2好像没有了 因为A3后面那个 盖了前面那个 回应这个正直都是removeAP 即A2那格的Value 这样的话 可以再Loop下去 接着结果都是这样的 就是A4和A3 A5和A4 如出来推 所以最后 正的答案 我们 confirm A for Apple